第二屆華布斯論壇 昨天陷在列治民一間酒店舉行 約200位政商界代表出席活動 蘇漢南報道 由華布斯論壇籌委會及加拿大華人聯合總會 聯合舉辦的第二屆華布斯論壇 昨天在列治民舉行 論壇主要分為三個環節 目的推動華人經濟在北美市場發展 及促進華人企業在北美市場的深度融合 出席論壇的中國駐溫哥華總領事館 經濟商務參贊梁彥敏說 今年已經是第二次參加 總領館對這個活動非常支持 這個華布斯論壇也是為我們在加拿大的華人企業 搭建了一個交流合作的平台 也是給大家搭建了一個來展示創新產品和服務的 這麼一個平台 同時也是為企業到中國 就中家兩國之間的經貿合作 本身是華聯會副會長 秘書長的華布斯論壇基金會主席張玉偉說 希望透過這次論壇能夠給各個行業 在不同領域上達成一些經濟合作共識 我們通過這些民間的經濟活動交流 就是促成能夠中家之間的一些友好的交流 讓它能夠更加的融合而不是冷卻 這是我們論壇的一個對中家關係來講 起到一個積極的促進作用 友好的促進作用 論壇包括健康、金融、航天科技、 醫療產業和領事論壇等等多個主題討論 主辦單位在昨晚也舉辦雞尾酒會 第二屆華布斯論壇文宇主席 胡斌青就說 希望透過酒會促進企業家之間的活動 邀請有十個國家的總領館 總領事和理事們來參加晚宴 這個目標就是讓華布斯論壇作為一個橋樑 向世界各國展示我們合作的姿態 論壇尾段華布斯論壇和一間投資公司 雙方達成合作協議 並且進行了2,000萬美元簽約儀式 論壇的重頭戲也落在晚宴中的頒獎典禮 主辦單位頒發多個獎項 其中富裕集團、幻影溪酒莊和財經168 還有橋本新衣奪得華信獎行業領袖獎 另外有多個企業獲得不同類別的華信獎 之後還有音樂表演 包括歌唱、樂器、小提琴表演等等的活動 新時代電視記者蘇翰南部